协调异柱和经文 现在有必要把异柱给出的方法和安纳本纳念经两者协调起来。 在技术阶段,把注意力固定于触点,努力通过技术的方法把注意力固定于呼吸。 这,技术阶段,就是经中第一组四法中的第一阶段,注、入出息。 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克服心在三的,从被注意的目标飘离到其他目标的习惯,采用技术的方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 觉知长短息的时机还没成熟,仅是依据经文笔正念的入息,正念的出息。 只限于努力地把注意力固定于入息和出息。 关于这个细节,易柱说道,心的走神趋势是过去漫长的一系列再生所需要的,它使得心从体内目标由荡到外部目标。 技术的唯一作用就是打断新的走神趋势,让注意力稳固地固定在入息和出息这个内部目标上。 易柱,清静导论,280页,因为树的目的只是断绝散乱于外面的寻,杂念,而助力其念于出息入息的所缘。 技术阶段过后,到达随逐阶段时,必须依照经文第一组四法中的第二阶段,注,长短期,来努力。 经文如此描述,入息长时,知觉,我入息长,出息长时,知觉,我出息长,等。 这里,必须把注意力固定于处点,注意力非常地专注,必须觉知到长期和短期。 在这个练习中,没必要跟踪呼吸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身。 禅修者所要做的全部是,保持注意力专注于处点的同时,增加额外的努力去觉知冲刷处点的呼吸的长度。 长的呼吸冲刷处点的时间长,相反短的呼吸冲刷处点的时间短。 心能够变得非常地广阔,所以禅修者即使在注意力稳定地固定在触点时,也能够觉知到入息和出息的长和短。 明显清楚地觉知到长息和短息后,必须努力觉知每个呼吸的全身开始,中间,结束即,使保持注意力固定在触点。 这是一句经文的描述,入息时,我学觉知入息的全身她的开始,中间,结束。 出息时,我学觉知出息的全身她的开始,中间,结束。 呼出一个出息时,不能失去正念,而是必须完全地觉知她,从她在体内的开始点,跟踪她的过程, 直到她到达体内的触点这个结束点,增加额外地努力去觉知出息呼出的全身。 类似的,在吸入一个入息时,必须觉知她的全身,从在身体内的触点开始,跟踪她,直到她到达体内肚脐处这个结束点。 这样从开始到结束的跟踪入息和出息时,注意力必须持续固定于触点。 从开始到结束跟踪入息时,不允许注意力离开触点。 如果坚定地努力,不允许注意力离开触点,同时跟踪入息和出息,然后,即使注意力持续固定于触点,入息和出息全身的形状和外形也将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。 已经清楚觉知到入息和出息的开始,中间,结束后,如果粗糙粗大的呼吸没有自动的平静和减弱到消失点,那么,依据经文第一组四法的第四阶段,微息,必须做特殊的额外努力,使得它们越来越细微,必须坚定地平息它,不能没有正念地让它顺其自然。 相应的经文是入息时,我学平静入息的身形。出息时,我学平静出息的身形。 不过,易助给出的方法中,他提到入息和出息甚至从技术阶段自动变得平静和减弱。本人对此也有经验,我遇到某些人的呼吸自动消失掉。 关于这个细节,易助这样说道。 从依照技术的方法努力休息的时间开始,在适当的时候,当粗糙的入息和出息变得平静和减弱,身体的焦虑和忧虑平静下来,身心都变得清安,肉体上升到空中。 易助,清静,清静道论,282页,然而有的人则自从已数,出入息,而作易以来,因四地的息灭了粗的出入息,得意即止身的不安而成身心的清安,如身体怨入空中的状态。 我知道某些人,他们的身体上升到离得大约四至高的空中,到达入息和出息消失的这个阶段时,不能把注意力从处点移开,必须尝试觉知消失掉的入息和出息。 当他们再次被清除觉知消失掉后,四相就会出现。到了那个阶段,新的障碍,比如担心,恐惧,睡眠,昏沉等等,就被去除,到达进行定。 易助提到的三个阶段的方法技术,随主,安住,也解释到此。 易助给出了七个阶段的方法,也就是,属,随主,处,安住,观察,还灭,变境。 易助,清静道论,279页起。 第一组四法是主要和基本的阶段。 在当今时代,如果成功完成了第一组四法,禅修者可以随其意愿推进到安止或内观。 五岛 坐在一起 aud断 告瓦 是 鲜 正 亦